据美联社报道 阿富汗东部帕克提卡省的一个集市 15号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至少89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美联社报道说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当天在帕克提卡省乌尔贡地区一个集市 引爆了装满炸药的汽车 爆炸时 集市人流密集 此外 爆炸的巨大威力还损毁了附近大约20家商铺和10多辆汽车 爆炸发生后 阿富汗军警赶往现场疏散人群 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爆炸事件 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已发表声明称 未参与这起爆炸袭击活动 并强烈谴责针对本地民众的暴力袭击活动 帕克提卡省位于阿富汗东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 武装分子活动较为频繁 塔利班先前声称 将发动针对外国机构和本国政府的攻势 所有外国部队帮助外国人的阿富汗人均为打击目标 阿政府高级官员 安全人员 法官等也是袭击对象